播著音樂北檢外頭坐滿地挺小草 1號晚上8點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召開機壓庭 不少民眾聚集到對街的人行道上 對比白天小貓兩三隻 場外小草入夜之後越來越多 預估現場涌入300多人 全序要正義 全序要正義 事態要公平 事態要公平 假攝影機民眾黨全程直播 不過昔日百萬小草看來少了不少 在北檢的現場直播 現場觀看一度來到1.5萬 和選前50萬直播人氣相比 聲量直直落 現場和擅長直播空戰的能量減弱 日本學者小力元欣欣 在社群媒體寫下 此次事件重創了柯文哲的 清新與清廉人設 民眾黨不會就此終結 但是一度超過20%的民眾黨支持率 現在應該要認定已經減半 大概還留下10%左右的鐵粉 柯文哲的政治生命 雖然不會就此終結 但是要重拾去年的聲勢 是恐怕極為困難 昨天晚上的群眾運動 很清楚的看得出來 其實是對柯文哲政治生命 那種葉克膜的一種搶救行為 這不是有效 外界當然會有一定的觀點 但是就結果一樣 我們只能尊重施放 靠著空戰崛起的柯文哲 在不離不棄的小草加油聲中 像是被裝上政治葉克膜 搶救地秘聲勢 三新聞黃世函 SNG小組臺北參謀報導 阿謙 阿謙 谢谢大家